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洛杉矶的市中心 总是给人一种脏乱差的感觉 但其实在闹市中都有很多的宝藏 就是我们今天来到了洛杉矶市中心 Wall Street上面的Original Flower Market 这里是有差不多100多年历史的一个花财市场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要带大家去体验一把 您清早就来这里一种购物疯狂购买花财的一种兴奋和喜悦 那我们知道马上就要到母亲节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 如果您从挑选花财就开始自己DIY独自打造的话 应该会有更多的惊喜 那我们今天又是要遇到我们的丁丽老师 看看丁丽老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创意 丁丽老师你好 今天早上是不是起了一个大早呀 几点起床的 差不多六点半 六点半 其实大家觉得六点半已经很早了 但对于来这个花财市场购买的一些专业人士来说 其实已经是晚了对不对 是因为她的花是早上两点钟开 两点就开了 所以是通宵开放感觉相当的兴奋啊 有一种那个Satsgivin购物的一种感觉 所以说一般的这种开花店的或者是做花艺的这些专业的朋友们 他们都是要起这么早来购买花财吗 对 通常他们有些人呢 他们会跟这个wholesale来order 然后他们会送花到她的花店 会送到她的花店 但如果有大的拨债的时候 像我们有一半有婚礼的时候 我们就会来这边自己来采购自己喜欢 而且她的花也很新鲜 因为其实每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东西嘛 而且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这种新的品种会出现 所以亲自来应该是有特别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是的 那其实一般到逢年过节的时候 如果我们大家都有买花的习惯就会发现啊 其实有的时候会发现那个花的价格 去到了情人节啊母亲节 如果您去一些retail的地方 那个花的价格是有的翻到两三倍这么多的 那我们来到这个花财市场的话 比较临近这些节日 那个价位是不是也会有一点点的浮动和调涨 是的 尤其是像母亲节 而且像情人节啊这些时候呢 市场的这个花价都是差不多要涨到两三倍 Rose呢平常可能你大概是一块钱一只 那这时候可能要三块到五块 或者甚至要六块钱一只 它的长度和种类 但是在这里一般它还是针对 就是说批发的一些需求比较多 所以它相对来说 价位是不是还是比一些零售的地方会便宜 是比零售比较还会便宜一点点 所以大家如果比如这个母亲节 你想在家里外妈妈开个party 你可能要做 比如说三个五个以上的插花 您确实有值得来一趟的这个需求 因为一定会让您感觉不虚此行 是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很多你在平常花市里面 就是市场里面看不到的花 很奇特而且非常的新鲜 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大家知道来看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 平常我们在market里买不到这么大 这叫hybaricum 它是一种红色的berry 那在中间我们再做一些插花 是都可以用得到 所以这个你看到在LA市场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种类的 它有这么多种类 有紫色 有些比较橘黄色的 然后绿色的 然后比较peach color 还有红色的 有时候它还有白色的 这个是wax flower 是一种filler flower 但是它的wax color 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一看到就 好迷它呀 Mothers Day的时候 我就要来买些 这些wax flower 非常的漂亮 那么今年我们在花财的颜色上 我们有没有一些 譬如说流行的趋势之类的 花财这些流行 通常还是跟母亲节 没有什么太大 每年母亲节都差不多 对 它都是那些比较说 像粉红色呀 purple color 紫色呀 这样这种比较温馨的color 给母亲 对你一个 表示母亲的一个爱 这样子 所以今天的花财 很多的purple颜色在这里 purple颜色 这就是stark OK我们会很多平常在market 都可以买得到的 我今天介绍一些 主要大家可以买得到的花 就是在平常中 然后这还均整 是这样这样的 你看它的花财 它整合起来非常的漂亮 像这种market呢 它早上两点钟开门了 它里面因为有鲜的fresh cut flower 还有orchid plants 还有很多绿色的 室内植物和室外的植物 都可以来这边选购 还有就是肉肉植物 也可以来这边选购的 所以这边呢 两点钟开门 但是我想平常的朋友呢 大概八九点钟来的时候 它两点钟到十点钟以前 是for wholesale的人来买的 那十点钟以后到十二点钟呢 是可以大家都可以open to public的 那我们今天在美妹成家的节目中啊 和我们的花艺达人滴滴老师 首先带大家去逛了我们的传统花式 那么逛花式的目的啊 当然是挑选您想要用的花材 然后完成这个母亲节的这一份心意 您老师那这里就是我们刚刚 一部分就是我们刚刚在花式中挑选到的花材 是的 多数都是我们在花式中挑选的花材 然后呢在我的后花园里也捡一些花材 来就是来利用一下 就跟大家说我们的今年的盛开的花呢 很多都可以用来炒花用 嗯 这是非常环保的一种方式 因为毕竟花它都有一个衰败期 那么在它特别盛放的时候 如果正好赶上这个母亲节的时候 大家可以把它剪下来 然后放在我们将要完成的这个作品里面 是的 那不知道李老师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一种 怎么样的创意呢 然后叫老师来一步一步的教我们吧 OK今天呢我们先介绍就是母亲节的一个插花 那今年呢我没有选择很深的颜色 我选择比较淡雅的颜色 淺粉啊有紫色 因为粉色和紫色在mother's day的时候 是比较比较就是流行的颜色 因为选择温馨和妈妈的温柔 那今天我想介绍特别介绍一个 我平常我都介绍用花泥或者是胶带来固定我们的插花 那今天我介绍一下我们来用一种铁丝线的那种叫chickenware 来固定我们插花 因为有时候呢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的花泥 或者是买到那种floor tape 去来固定我们的花 那在我们的平常去的那些建材公司的里面 都会有一种叫chickenware 那我这个是floor专门用的是比较窄的 但是它也有买长的 所以大家可以买一块呢 就长的呢 然后把它剪成一个小块小块 主要我就是会把它剪下来以后呢 我会把它团在一起 它主要就可以放在花器里以后呢 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作用就是如果插进的花呢 或者是绿叶呢 它就不会乱随便的移动 那让我们比较好固定我们的花 那今天我选的容器呢 是一个比较长型的 Cylinder的一个容器 而且它是ceramic 外面有釉的 所以很漂亮 我想跟我们的浅蓝色和有一点土色呢 可我们今天要选择的花材浅色呢 应该搭配应该是挺漂亮的 然后呢 因为我就看到我的花材长长短呢 我就大概这样子呢 就稍微放一下就把它放进去了 所以这样就很好 就是说它这个是外面有这个 一层那个漆 所以它呢 不会被这个水呢 所腐蚀的很快 它对我们这个花材呢 都应该OK的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插 那我们插花 当然我们第一步是要把我们的Green 像一个地毯 Green 先把它插好 是一个base 那今天我就选了一些008岁的 就是在所有的 就是花园里有的Green 我就拿过来 就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家里面很多花材 都是可以利用来 插出一盆非常美丽的花的 大家看到这个就叫做Lemon leaves 这个Lemon leaves呢 是我们现在在很多的超级市场 或者是Nursery都可以买得到的 我们就把它作为打底的花材来用 这个打底的这个高的叶子呢 我就通常不是会把它插得很高 因为我们这花大概是有点像铺下来的这样感觉 其实大概这样子呢 然后再用一些其他的 我们这个家里面都有的这种绿色的植物 我就用它来把它打底把它盖一下 那大家看一下 我基本上我这个base就插好了 就是比较簇涌在底下的绿色植物已经插好了 然后呢我因为觉得这古印的颜色很多 那我想再加一些有一些灰白色银灰色的植物 这也都是家里后院里面有的植物 大家家里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植物 叫Dusty Miller 把它插进去 给它一点有点颜色不同的感觉 我每次讲的时候 跟大家讲的时候 都是说一个花的这个叶子base插得好呢 其实你的花就不用插太多 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组合了 所以我在每次插花的时候 我都这个叶子很重的时候 就会插得比较丰满一点 那这样就会节省很多的花 就不用用那么多花来去盖住它的这个面积 我们刚刚去的flower market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紫色丁香 就非常的在节令上面就很多很多 那我们就买了一些回来 而且这个紫色呢也是妈妈的这个母亲节的那个一个主色花 那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丁香花呢 因为它的树就是比较催催它长开花呢 它树形呢树枝都不是很直 不会不太容易插 它都是比较弯曲的 或者平常你可以说 因为它一枝上面有很多很多的blom 那你可以把它买来几枝这样 就很简单插从组花 也可以把它剪的短一点插在短 矮的花瓶里也真很漂亮的 记得我们这时候插丁香的时候呢 要把水放多一点 ok 然后我把丁香花给插进去 有时候不是每次插好了 就这个就很好看 一定要把它转一转 整个形 这样就是我看到我的花就是这边有一簇 这边有一簇ok 那我在我的后花园捡到今年就是这个粉色的玫瑰 非常的其实就是garden rose的一种 非常的漂亮开的非常漂亮 那虽然它的花瓶有些些黄色 但是我还把它留下 因为这个比较很nitro的东西 不用说特地去修饰它 因为这是给妈妈的一份礼物呢 心意呢就是很nitro的东西 就是表达这种很真诚的东西 这样我们大概就插了三只这个 红 应该是粉宝石好像是 应该叫 玫瑰在里面 ok 然后我们这样总化呢 我就在市场上呢 还买到了一些呢 这个就是Renaculous 那我就喜欢这个花 它的颜色可以跟我们的母亲节配起来 所以我也会放几只在里面 这个Renaculous的杆子呢 比较细 它所以比较delicate 那长的时候它就会垂下来 那有时候呢 我会剪几个短的 但是我也会留几个长的 让它很nitro的这样垂下来在侧面 通常像我们通常在插母亲节花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牡丹 那今年我也去买的牡丹花 再把这个叶子拿下去以后 然后剪根泡水 它很快就开开了 我会在插里面前呢 我先把这花转一下 我看一下 我插花去看这个感觉是什么 现在我感觉到它是像一个garden一样 但是还是绿色比较多 所以我可能还会加一些小花碎花在里面 现在呢我觉得我大的煮花都足够了 那可能我会插一些小小的花来陪衬它 那我就选了一些小的玫瑰 那这个玫瑰的颜色很漂亮 浅粉色的玫瑰 我会回来呢把它那个guard paddle 结果我们看到一些paddle 是有点点绿绿在外面的 这只要guard paddle 我会把它摘下来 我通常在插了 那我插了很多garden以后呢 我的花基本上我都不是放太多的叶子在上面 记得大家小心这个花瓷 尤其是玫瑰的花瓷 因为它在包装呢 以前呢 它有做过化学的处理 因为让它花期会比较长 所以呢它会有一些chemical在上面 所以有的朋友 他要还就是比较担心的话 你可以就是戴上手套做 但是对于我们designer来讲呢 如果戴上手套呢 就是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做不出来 所以我们就不会 但是要小心 有时候你被刺到的时候 它会发炎 所以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 OK 现在我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还有一些散色的白的这种花 这个玫瑰花 大家家里面全部都有的 就把它稍微点缀 插在下面 因为这花全部都在上面 那我会把它插在下面 记得这种插花呢 水一定要满 所以我们呢 当鞋插的花 花质比较短的时候 它也可以接触到水 OK 基本上插花是这样的一个整体的 基本上完成了 那我觉得它有点太烹在中间了 所以我用一些叶子来把它 有一些flow的感觉 我就买了这个叫做 Eucalyptus Super Dollar Eucalyptus 就用它来做 因为它有的些枝子是很柔软的 我们挑一些柔软的枝子来用 就弯子的枝子来用 这样它就会有一个下垂的感觉 记得把下面的叶子要清干净 你稍微可以把它稍微动一动 因为它很nitro的东西 它才会很随意让你可以遮 就是万一万它也没什么问题的 我来把它转一下看一看 有时候因为擦到一面的时候 那么到它另外一面 因为今天我们选择的花呢 稍微比较 这个花瓶稍微比较 是口比较窄 而且是上去的 所以它的花就比较 都跑到上面去 那就是尽量用一些鼓励 把它拉下来 这个花整个垂下来 那我还有一些小小的这些 然后我可以擦上两只 就给它一点颜色 因为全部都是粉色 然后我喜欢这个花 因为让它高着出来 我可以OK 大家看一下我买的这个花的时候 它通常它会有一个塑料的管子 固定它 那我一般的我不把它拿下来 因为当时我想到它一直直上去的时候 我就keep这个小小的塑胶管 它会keep它 但插到花里也看不到 但是如果我想它慢慢的 它随着这个阳光啊 或者是地气啊 它会慢慢垂下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拿下来 它慢慢的插了一下下 它就会垂下来 慢慢有点垂感了 它这个感觉哈 刚才是这样指着的 那现在这样我再插得软 就是直的话 它也会慢慢随着地吸引力 它会慢慢垂下来 再来插出这个感觉比较软 所以小心有时候它就会摸断了 如果今天我买这个 这个丁香花 如果是比较散开呢 就是它会更好看 插到这边 它的颜色就会过来 会平均 那现在它因为它这样的 那我可能会去找一只 可能可以直的丁香花 然后剪下来 然后插到中间 因为我觉得颜色 可以把它呛在里面 很好看 这样看起来 颜色就比较平均了 也没有像说 全部都是粉色在中间 然后紫色在旁边 这样的感觉 就是这种 这盆花插起来 就是非常的natural 没有什么特定的 我意料什么style 这完全有一点像garden style 就是说 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说 像大家可以在自己的花园里去找一些 已经盛开的花 因为今天的花 开得非常漂亮 然后你就可以组合一盆 非常漂亮的美的花 献给妈妈 这个心意更比去买花 更要烤得多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这样一盆花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们这个 今天的母亲节的这个创意地老师 差不多就完成了 我们今天用的是 比较粉嫩的色系 代表了妈妈的一种温柔 那么这个花朵呢 除了我们今天 在花室上挑选的之外 还用了我们今年 自己家里一些 盛放的利益 是自己种的一些玫瑰啊 还有一些绿植 那其实我们自己每个人都能 发挥创意完成一盆这样的插花 对的对的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 颜色上搭配上面呢 我也是粉啊白啊 然后浅的purple和紫色 这就是特别温柔的一种color 不是说很强的很strong的一种color 所以这样在母亲节来是很适用的 那在这花上面呢 我就用了一些这个花 这种粉色的就是garden rose 玫瑰 玫瑰 玫瑰花 然后就是necklace 丁香 然后这个小的紫色的这个花 就是在garden里都可以种出来的 然后写些小的那种spray玫瑰 小的粉色玫瑰 这个就是大家知道dus miller 就是大家家里就 他开花的时候就常常就变成这样 然后短的时候就是叶子小小的这样子 所以说其实一般大家人可能觉得说 到了母亲节就是玫瑰花呀 或者是康乃兴 但其实我们可以不要用那些俗套的一些花材 其实因应这个季节 像今年的花那么漂亮的话 像丁香啊 可能大家没有想到 可以放在我们茶花当中使用 所以这样子的一盆花如果送给妈妈们 妈妈一定是觉得心花怒放 那祝大家母亲节愉快 祝大家母亲节愉快 祝大家母亲节愉快